黑耀石葫蘆如果你放在五黃耳黑位 不要有空拿去洗一下 如果真的有異象 直接換個新的穩陣點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Peter Sir最新的水晶資訊 請訂閱我的頻道和按這個小鈴鐺 追蹤通知我日會準時12時和你見面 有很多問題有人問我Peter Sir 就是水晶 經常聽我的影片說 買回來就要怎樣 我們叫燒池淨化又要充電 有很多東西要做 如果是黑耀石葫蘆就怎樣 黑耀石葫蘆的功能一般來說 就是懂得吸不懂得放 當然我們買回來我們都要處理一件事 可能會有上一手摸過的 很簡單我們可以用手 怎樣也不怕的 在水喉沖沖一沖或者濕布買一買 基本上就可以了 再加上大家教大家的秘訣 先拍一張照片 為什麽呢 你看它有沒有異象的分別 我們通常會怎樣 它是化病器 辟邪吸負能量 一般來說 我們放什麽地方呢 當然是放五黃耳黑 你對回今年流年的位置 飛星的位置 五黃耳黑放進去 OK了 聽眾問 我突然間沒多久 又看到很多塵 怎麽算好 想和大家說 你放在這裏 OK 拍照了 有資料 如果你有塵 首先你不要用手去碰它 因為你放的地方是五黃耳黑 當然它幫你吸了一些所謂的負能量 而這些塵也肯定 報悟了一些不好的能量 如果你想要去檢查看 OK 你不要用手去看 咦 有些異象 很可能 剛才我們說的八點 塵埃 就是一些不好的東西 我建議 其實就是 怎樣說 丟掉它 因為它的功能是幫你吸收 而且它又不是很貴 所以 你買回來 如果胡蘆形吸病器 你買多些少 放多些少 如果不對勁 丟掉它 換過的身 放回原來的位置 這樣會對你比較安全 就不要說我用手去碰一下它 一會兒可能 那些能力 扶回你的手 就不太好 所以大家黑胡蘆 你又多個資訊 又知道怎樣做